英国军方近日就俄乌黑海冲突发表令人正整的言论,称皇家海军要随时做好击落俄军飞机的准备。 据英国明星日报网站近日报道,皇家海军高级将领发表这一强硬警告,正值俄军扣押乌克兰海军三艘舰艇和20多名水兵之时。 此前,英国刚与美国和法国一道出动包括F-35在内的40多架战机,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进行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。 不过,俄罗斯海军却以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招回击了英国皇家海军,而且正中后者的痛点。 英国媒体报道称,皇家海军少将维斯特勋爵发出的随时准备击落俄籍言论,并包括英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多国震惊。 北约目前对俄罗斯的官方态度是谴责侵略行为,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乌克兰舰艇和军人,但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大国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。 只有英国宣布的最新施压计划,英国皇家海军死前宣布,将向乌克兰增派海军陆战队部队和舰船,以表示捍卫盟有安全和自由的坚定决心。 但随后英媒体就全面曝光了英军所谓的增兵计划,派出数十名陆战队员前往训练乌克兰士兵,出动一艘皇家海军辅助舰船进入黑海,与乌海军船只进行联合训练。 这种雷声大,与点小的做法被曝光之后,皇家海军将领才发出了上述强硬声音。 分析认为,英国既有发出这一警告的现实需要,皇家海军航空力量也确有此能力。 近年来,俄罗斯空天军大大加强了对北约成员国的战略威慑,主要表现在多次出动屠副160、屠副95MS战略轰炸机逼近英伦三岛, 大西洋沿岸的法国、荷兰、比利时等国海空,因此,处在最先面对大西洋北海上空俄军机的位置上, 英军台风等战斗机成为半航和拦截俄机的绝对主力,而今,英国海军更是装备了俄罗斯所没有的五代隐身战机F-35B,此外,俄罗斯海军航母、核动力巡洋舰、潜艇等越来越频繁地穿过英吉利海峡, 令英国皇家海军压力倍增,每次都会出动战舰、飞机监视和警告而舰艇,不仅如此, 由于前俄罗斯特工在英国被投毒一案引起的国际纠纷,使得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任何其他欧洲强国更为紧张,不同于法德两个欧洲大陆传统强国, 英国一直自认为是整个欧洲的头号强国,因此与俄罗斯的争斗就愈加激烈。 对于英国海军的警告,俄罗斯海军的回应是,立刻宣布从今年开始再造两艘北风之神级战略和潜艇, 这一招堪称正宗皇家海军的最大弱点。英国《美日邮报》此前报道,英国军方已承认无法探测到俄罗斯潜艇的活动, 英军舰艇装备的声纳系统对俄潜艇基本无效。同时,由于美国BWX公司设计和制造的弹道飞弹发射装置被发现存在焊接缺陷, 英国下一代和潜艇建造项面临被迫延期的风险,一方面是本国新型战略和潜艇计划受阻, 另一方面却是头号对手一艘接一艘的建造最新弹道飞弹和潜艇。 英国海军内心的郁满可想而知,更有甚者,英国和潜艇在与俄基洛及改进行常规潜艇的对抗中还落了下风。 据泰晤士报报道,今年4月,配备战斧式巡航飞弹的英国基敏集合潜艇,因为在地中海遭到至少两艘俄潜艇的围捕,竟错过了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发动的空袭。 报道称,在击落集潜艇之后,俄军两艘飞弹护卫舰和一架反潜巡逻机,也加入了搜索基敏集合潜艇的行列。 英国媒体认为,俄罗斯海军对皇家海军发出的击落军机威胁,会以扩大新型核潜艇建造计划的决定,属于养长必短的策略。 俄海军目前装备的战机以4代机苏-33、苏-30SM为主,完全无法与英国海军的F-35B5代机相抗衡。 然而,俄军相对英军的核潜艇优势却越来越大,并且这些潜艇足以对英轮三岛构成核打击威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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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